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返校园的刹那 昔日嬉闹的同学 两并斑白的老师 隔世纪般的再见 一如点亮的烟花阵阵 把过去重新温习一遍 在旧日的长廊 礼堂 操场 图书馆 走过避留痕迹 从此从此 华语都是大家心中 一盏不灭的灯 我会领大家去一些地方 我大概讲一些历史 其实图书馆 有一个小小的典故 其实我翻开一些历史 在1961年的时候 这里的土地的那个有点松软 所以1961年的时候已经停了 对不对 对啊 沈老师 记得好 今天从游华裔 马格列道中学的旧校址 真的是感触良多 华裔政府华文中学在马格列道的这个校址 的确给我留下许许多多很难忘的往事 我看到同学们在这里勤奋地求学 也看到了他们有爱顽皮 跟尊师重道 这些我相信可以说是华语精神 华语学生的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就是 无论是他们在读书时间 或者是离开学校以后 他们的凝聚力都非常强 这些是我在其他的学校 所没有看到的 伊润堂先生他说华语是最好的学校 学生是最好的学生 一点都不错 同学们都能够尊师重道 他们都发愤图强 所以每一年都有很好的成绩 他不止在成绩方面 在美术运动方面 也有教人的表现 二楼也是对不对 靠你的相对 收藏那种所谓的得奖作品 得奖作品 全部在二楼角度 但是我们信物写生是在这边 信物写生在这里 这个地方造就很多我们的 华语的美术人才 我是吴刚 这个马伯浩 马伯浩是我的十党 当年我们两个是 我们是美术会 华语的这个美术会的 我们两个都是主席 会长 会长 那我们怎么死党呢 我们几乎每天都是在一起 在一起做什么都做画画 因为当年我们是经常有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的 美术比赛的嘛 那么好像我们就会在一起 那么一边画画一边聊天 我们特别感谢当年教导我们的老师 那么我们当然很多老师都对我们非常好 华文老师 律师老师都很好 但是我们印象到现在一直不能够磨灭的 就是我们的美术老师 就是高分老师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老师 他对我们真的是好像和你一般的疼爱 然后他对我们也很严格 要求也很高 所以我们在他的这种鼓励 教导之下 我们才就是说在美术上有一些就是成绩 那个女儿就经常从这个门进来 这边种了很多花 那个老师 黄晒清老师科学的 叫生物的 叫生物的 他种了很多花 那牛来就是吃吃吃 所以每次牛来 黄晒清就说 哎牛来了去赶去赶 叫我们当然是最高兴的 牛来 不是去赶牛赶牛 我们就出来赶牛 但是我们赶牛的方法是不同的 本来是要把牛赶进去这个门 赶进来 我们倒过头赶进来的 赶进来是该赶很久 有吗 牛赶下大雨震水 对 那这边是私人屋子两层楼 都全部震 然后呢 我们上学的时候 全身世光 那女同学也世光 但是呢 因为我们没有地方 全身世光 还要上课 但是这些年纪的人呢 都提供衣服给我们穿了 那大家就是由这样 大家都去那边借 结果呢 本来这些女同学 我们从来没有跟她们讲话的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啊 大家就 因为有共同患难了 然后就开始讲话 过后呢 大家都不分男女 整天就在讲 讲到毕业 高中的时候 我碰到的一个老师 就是邱里欢老师 他当时已经是成名的诗人 那他已经自己 已经出过好多 应该是一本诗集 那我印象给我最深的就是 他当初在课堂上教 教什么科幻记 应该是理解一些作之类的 他竟然在课堂上写了一首 洛夫的诗 就当时台湾相当有名的 现在洛夫还是相当有名的 一个现代诗 那我当时已经在看台湾的现代诗了 可是我还没有 那个心里准备说 学校方面是可以介绍 或者是接受这样的一个东西 诶 老师一介绍 我就觉得 这个老师应该是 跟我有一样的看法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 有一些 私底下的一些沟通 那沟通之后呢 他有一次 他知道 应该是他鼓励我去参加一个 在南洋大学举办的一个全国全国性的四个传统比赛 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 我当时在读书的时候 我已经去参加全国性的四个比赛 经过邱老师的这个鼓励 后来也得到了第一名 那华语给我的影响不只是文学的 他同时对我对那个设计方面 我其实在华语的美术的老师里面的影响也蛮大 给我的影响蛮大 虽然我已经不太记得他的名字了 比如说我出的第一本诗集 那就是我自己设计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 我今天能够写作 我要感谢两位老师 华语老师 一位就是施益金老师 另外一位就是周青海 我们现在应该称他为博士了 教授 教授 教授是吧 那么周青海虽然 我们周青海老师当时 在我们华语是很短的时期 但是我觉得受害影响的同学很多 尤其他在讲这个文学史的时候 真正能够把同学们带入到 中国的文学殿堂里面去 那么也就是因为周青海老师的带动 我们开始很自动自发的去读 唐诗、诵诗、圆曲 这些杂文都会去追 那么如果说起施益金老师 那么在我们的作文的时候 老师非常请你跟我们修改我们的作文 如果碰上那些同学灯 写得比较好的话 就会把我们放在必报 所以呢 其实当年的必报是一个非常光荣吧 能够上去必报的时候就抄得非常整齐 然后真正的贴上在必报上 那种光荣 每一个礼拜有时候有换 或者两个礼拜换一次 如果你的文章你就非常努力 希望说争取下一个星期的必报上 也能够有我的文章 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推动力呢 自己呢非常鼓励自己多写 我要感谢的是 当时在我读中医的时候的一位华文老师 她叫做成长朱 成长朱老师是一位 其实是一位老太太 我们当年呢感觉呢 都就是我们小孩子的眼里面呢 其实她就是一个老奶奶 因为呢她永远呢都穿着很浅色的旗袍 灰白色或者是浅蓝色 那么她呢在教课的时候呢 其实规定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每天会需要背课文 但是不是背整篇课文 而是呢只是背课文的前面一小段 可能只是20个字 也可能只是30个字 那么她对于我们 就说今天背了 明天早上呢在上华文课的时候呢 五分钟的时间 她就叫我们抹写 那我们就需要把那一段就是抹写下来 那么然后呢她就会改 那么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蛮辛苦的 还要应付其他的功课 可是呢还要应付这样的一个就是 每天的不停的抹写 但是到后来呢我却发现 就是因为她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其实让我们就是掌握了 就是整个就是文字上面的掌握呢 我们就变得就是比别人好 就是我们的华文课上起来的时候 成绩的表现呢都会比别人好 其实我要说的其实是前面那一个奇怪空地 大家都记得其实有一个东西已经消失了 那个东西消失了 其实那个东西叫什么呢 记得是什么吗 19几年间呢 那个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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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个词叫什么 叫做学长词 后来变成学友词 因为学长太过 你懂有点霸道 不过 会变成学友词 19几年 19几年 196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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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间 在这个学长词里面 或者是学友词里面 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有一个像 那个叫做石膏像 是喷水的 那里面就是莲花了 和莲花 OK 所以已经拆掉了 现在已经拆掉了 我来到这边就是很感激 华裔 因为其实华裔里面出了很多 其实洪卫芳啊 王湘青啊 这些都杨昌昌啊 我啦 这部嘉宾啊 其实出了很多艺人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有点艺术气息 我是觉得 很谢谢学校给我们的栽培 看到名人总是忙忙碌碌碌 我的世间有我控制 平满日子一样微重视 在远处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足球场 其实他们那个足球场 充做那个所谓的运动场 运动场 在早期的时候 就是在1966年 66年之前 或者65年之前 那个足球场 兼体育场 OK 当然在过去就是华裔小学了 希望华裔的同学呢 除了功课以外 在体育方面 要多加努力 这样对身体的发展呢 也有帮助 我们华裔即将要组织校友会 我希望这个校友会的成员 也应该有老中心 实际上我对这个校友会抱着非常大的期待 我期待这个校友会 能够给我们所有华裔人 有一个相聚 学习 娱乐 以及提供辅助的种种的桥梁 让我们老中青三代 为华裔做出一些贡献 大家猜一下 这个新校舍 新校舍就包括了 这个所谓的一个科学 科学馆 科学馆里面包括了嘉振寺 还有这个视听寺 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所谓的 还有其他的寺 用什么寺 OK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四层楼的那个校舍 就是新校舍 大概这样的话 篮球场从两个变成六个篮球场 一个排球场 多建的一个 多建一个 所以我们就有两个排球场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 一个是训练的一个场地了 所以总共六个篮球场 两个排球场 已经消失的是 刚才美分姐有讲的就是 其实这边有一个八角亭 这个八角亭就是 以前就是谈心的地方 很喜欢来这边 大家记得的话 就是 你看到有双双对位 就是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了 对对 也是分手的地方 华语政府华文中学 曾经核实悄然淡出的无声无息 一栋旧校舍也将走入历史 但华语学子从不黯然 他们各自在不同领域发光发亮 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 骄傲的以自己为华语一份子为荣 华语中学在新校园里 传承着华语的人意志群精神 继续往更新的目标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